随着地球村的概念 玉璃镇来自各国家的新住民日益增多 那么在镇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国家风情商店 那么各商店的老板也着手筹组新住民协会 更大部分也都是女性 那么身为玉璃人的副议长潘岳霞 更是站出来要陪伴所有成员 希望未来大家能够共同来推展新住民与本地族群文化的共融 随着地球村的概念玉璃镇来自各个国家的新住民日益增多 镇上也陆续出现各种不同国家风情的商店 马来西亚乔生便当店老板张子新 餐厅老板张志南 以及旅馆董事长张正吴等地方人士的创意当中 着手筹组新住民协会 望眼看过去成员大部分都是女性 身为玉璃人的副议长潘岳霞更是站出来 陪伴所有的成员 未来有活动都会挺身 为协会发声 希望大家共同推展新住民以及本地族群文化的融合 那因为大家都是 在刚嫁到我们花莲来 叫我们花莲玉璃镇 但是都满怀着很多的感恩的心情 那来自世界各国都有 那能够聚集在我们玉璃镇 几乎快变成联合国了 不过大家都把这里当成家 然后就像好姐妹一样 大家都很爱这里 然后希望在未来的一个经营家庭也好 或者说经营社区也好 我们都一起携手合作 把我们的社区环境营造得更好 让我们所有的新住民的姐妹 在这里的一个家庭生活都营造得很棒 把公婆照顾好 把家人照顾好 把孩子照顾好 那未来整个的社区就会很祥福 花莲协议会副议长潘岳霞说 随着全球化的趋势 台湾新住民日渐增加 无论是因为结婚或是工作 他们的权益都应该得到保障 对于新住民家庭的关怀 以及子女的教育 社府等等资源 都要提供协助跟温暖 包括了文化融合 法律权益 预言教学 新住民子女奖学金 各族取美食推展 以及一技之长培训等等的议题 新住民关怀协会将陆续寻求资源来协助 也期盼协会成立 能够为玉里振兴住民 注入一股新的动力 大家有心向力 团结一致 共学共荣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